那另外我們要防重症 有一個口訣 就是什麼樣的人容易重症呢 就是三個字 老煙牆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都知道現在重症比較容易走掉的那些幾乎都是長輩 這跟我們的那個抵抗力還有體力有關 雖然是比較鐵的一些東西 但是安眠事業是要鼓勵大家 老有分成身分證上的老 還有你自己身體上的老 如果你保養得當的話 抗老的話抗衰老的光復做的足的話 其實有助於提升你的免疫力 然後讓你在這波疫情中比較容易 survive 過去的 那第二是煙 如果說你這個抽煙啊 然後肺的功能比較不好啊 然後痰很多 那其實是容易重症 然後我育後比較差的 這算是一個比較公認的一些事實啊 那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是有抽煙 然後又容易有痰的一些群眾呢 會建議說你其實在家可以做一些 呼吸訓練排痰的一些肺功能有氧的訓練 所以我認為是有些幫助的 那不見得一定要出門做 另外你已經在抽煙了 生痰濕的食物呢 你就自己不要再耳外碰上去 會變雪上加霜 一些比較排痰啊排痰濕的一些藥材 其實是可以去做到的 嘗試怎麼意識呢 現在一些研究上 包括大體的解剖 加護病房的一些研究 發現一個是東西喔 重症中的患者 他育後差的 跟沒有進加護病房那些相對輕症的患者 腸胃功能上其實是有差異的 如果說食慾是比較差的 並且還有腹痛的這些患者 其實他的育後是比較差的喔 新冠肺炎其實除了肺在發炎之外 這些人可能腸道也在發炎 他可能已經有肺炎跟腸炎了以後 他的育後會更差 器官病毒其實進入人體破壞細胞 他是靠一個細胞的受體 SE2的受器 相當於齁 那個新冠肺炎他有100鑰匙 然後我們的細胞裡面有一個鎖 欸剛好呢 細胞肺炎的鑰匙 可以打開我們細胞的一個鎖 讓他寢靜 寢靜之後就開始作亂了齁 把你家搞得天般地府 這一個鎖 SE2的這個受器 在肺裡面很多 腸胃道裡面更多 所以有研究發現 新冠病毒在腸胃道裡面 除了我的時間其實比肺還長 而且有可能 你排不出來的大便裡面 都還有新冠肺炎 所以這時候也要提醒大家 大胺便一定要好好的洗手 不要以為你戴口罩就沒事 不然的話也一樣會形成防疫破口 大便不洗手便防疫破口 有一個東西叫做新冠一號 它是一個重要的處方 聽說可以把新冠肺炎打敗 到底是什麼呢 打白說呢 新冠一號還沒有到打敗這麼厲害 如果有的話呢 就陽明第1 從SARS的時候 中醫以及西醫 通常是三種融種 他們加護病房 合作研究以後發現 有某一些中藥材 它對於冠狀病毒 它會有一些抗疫的作用 它可以減少冠狀病毒 進到體內的細胞 然後去把它亂搞 破壞 另外再又根據中醫的方式去看 新冠的患者總結出幾個治療的一個要點 中醫總結出新冠肺炎的一些輕症的患者 一開始治療有一個三大方向 就是驅痰、除濕、加上一些清熱解毒 並且它其實初期會有點像我們的感冒 所以要加一些驅風熱的一些藥材 它就形成我們的輕冠一號 它是治療輕症的 當然還有治療中等程度還有重症的 以及治療後遺症的一些處方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 清冠一號其實不是保養藥 它不是保養藥 阿明是有為時錄了一集 叫清冠一號是什麼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使用 它實際上中醫師去參考 面臨新冠的患者時 我們可以用哪些藥方法去加減 必須在這個情況之下 再加上你符合你體質的 不然的話你照吃就是容易會傷身 我呢應該喝什麼抗疫茶啦 可以讓我自己百分百抗疫 你可以善用台灣的健保 或者是中醫的資源 去找你的家庭中醫師 或者你找一位你家裡附近的中醫師 請他去判斷你的體質是哪一型 根據這一型的一個體質呢 你滿足了體質條件後 再加上一些抗疫的處方 不需要用到太強 比如清冠一號剛剛說 板藍根太強了嘛 你可以考慮用牛棒子啊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能夠去幫你 做到接近百分百抗疫 但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我又不太敢出門怎麼辦 其實現在中醫有那個遠端的 可以用視訊然後是電話的方式 可以幫你的 不管出診患者 副診患者先了解一下你的體質 大致知道自己的體質方向 那這時候我是鼓勵大家 找你的家庭中醫師 建議你去抓什麼樣的藥回來泡茶 一樣配個藥粉 讓你去當茶 因為我就不用一包吃 我可以把它稀釋成800啊 1000cc的溫開水 然後慢慢的喝 吉隆咖啡 它也是同樣的道理 然後細思多一點 然後攪拌 那你就可以開始當茶喝 跟吉隆咖啡原理一樣 而且藥材品質有保證啊 也比較不會有中金屬農藥 又方便 而且又安全 這最重要的 得過新冠肺炎 即使不是重症 但它也可能產生後遺症 怎麼樣子睡 怎麼樣休息 體力都回不來 容易肌肉痠痛 出現一些腸胃的問題 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多睡覺真的可以增加免疫力嗎 我們的睡眠 並不是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同樣的效果 它在不同的時間醒來 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說 好 好 好